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七点体育 今天晚上七点钟 奥沙利文将再一次对阵卢伯逊 争夺2022年香港大赤赛决赛的门票 这是2017年的香港大赤赛 一半决赛啊 同样是奥沙利文对阵卢伯逊 当时火箭这局打的是非常非常精彩 我们一起来西场一下 本场比赛的胜者将对阵西金斯和傅家军之间胜者 来争夺冠军 冠军的奖金是10万英镑 可能很多球迷会说 火箭的第一轮对手非常弱 因为是一名女子选手 但是火箭打的准度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相当完美 直接带球了 这一杆 右侧的中袋可以打 但是还能不能继续的走到黑球呢 现在是打了五套 直接选择粉球了 那这样满方杆就没有了 好像打了这么多场比赛 到了目前为止 10万英镑啊 跟很多运动不同的 如果你说用网球 足球的那些来比赛 当年10万英镑的奖金对于那些球员 就不是什么大钱 但是窗球来说 10万英镑的奖金 算是不错的 只是打三场球 半日只需要三场而已 如果打三场有10万英镑 就加上他们今宗二来香港 对他们来说 这一个均值就是选择来的 打的速度非常快 心云流水 再打进一颗红球 将直接超分 他在这场比赛里面 手渡泳施 傻尼文说输点数没问题 最重要是不要输局数 现在还有可能 但是一球 可不可以冲击更加一球最高度数呢 暂时就是卓琳可能在四强的时候 打进是一四四的 接下15 freshmen x'13 giants 不错啊 看到这些籽班球手都有信心 或是乘以神足 94 目前是單桿94分 打進黑球 正好是101分 這局如果能夠完成清台 將是一個大號破百 直接登過來 非常的絲滑 看過年大球真的是一種享受 118分 121分 125分 136分 完成清台拿到單桿143分 相當高的分數